来咯来咯,今天来和小鱼一起揭露贾琳减重的真相了 竟然是因为那个男人,贾琳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成功减重100斤 从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一下减成一个标准的拳击手 女士拳击手的体型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有很多博主在之前看她的宣传片的时候也说过 贾琳减重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到最后肯定还是以胖子的形象示众 没想到她是真的给减下来了 这真的是非常颠覆我们的认知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一个长期以200多斤试人的大胖子想成功地减肥下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最起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减不下来的 但是贾琳做到了,她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我认为她有专业的教练团队 给她科学的指导怎么样去减重 而且她在拍电影之前 肯定就已经详细咨询过多长时间内能从一个200斤的胖子 减到100斤左右 肯定也得到了明确的答复 要不然她不可能着手去拍电影 如果完全做不到就会耽误电影的进程 而且她锻炼的时间 她拍摄电影总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她减肥的过程肯定没有一年时间这么久 我推测大概就是半年左右 因为她电影前段时间拍的是她一个胖子的形象 还为此增重了好几十斤 后半段才是她一个瘦子的形象出来的 从沙翼和雷佳音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因为她拍前半段戏的时候肯定是个胖子 他们合作拍完前段前半段戏之后 中间训练减重 最后再继续把沙翼和雷佳音叫过来 继续拍后半段的时候 从雷佳音和沙翼反应就能看出来 他们都没有想到贾琳能瘦成这样 所以她总共减重的过程 就是在两段戏拍摄的中间这一段来减 这段时间总共也就是半年左右 我估计她能成功减下来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她减重 就是她的工作 像我们普通人只能是下班的时间 去健身房锻炼 有时候还工作太累了 不带老去 所以就断断续续 但对贾琳来说 她的减重 就是她的工作 中间不拍戏这段时间 就全身性地投入到减重当中 不需要有额外的工作的一些打扰 更何况 她的片酬有150万 试想一下 给你150万 让你坚持半年左右的时间 天天去健身房训练 你能不能坚持下来 给了谁 谁也能坚持下来 第三个原因 减肥这个过程 其实是刚开始挺痛苦的 到了后期以后 就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甚至是上瘾 就是不让她去训练 她都每天浑身不自在 有本书不就是说的是 21天养成一个习惯吗 只要坚持前半段时间 21天之后 就会慢慢地对减肥过程训练上瘾的 就是不让她去 她都浑身不自在 所以前半段时间 前21天甚至前一个月 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到了后几个月的时候 其实不痛苦了 其实是非常享受的 总的来说 这个确实颠覆了认知 很多人都不相信她能减下来 但是她真的减下来了 从此以后 认知里又多了一条 从一个200多斤的胖子 减到100多斤 只需要半年时间 除此之外 贾琳能成功减重 和沈腾有着脱不了的关系 被称为票房男神的沈腾 在之前 一直和贾琳是合作关系 如今摇身一变 同时定档春节 竞争压力十足 同时一定也成为了 贾琳减重的动力 今年春节到 贾琳和沈腾的作品 同时上映 无疑给电影市场 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两位演员的票房号照例 不言而喻 他们的作品热辣滚烫 和《飞驰人生2》 在票房上势均力敌 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 在我看来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而是中国电影市场 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 不再仅仅局限于娱乐 更加注重影片的内涵和品质 贾琳和沈腾的作品 能够受到观众的喜爱 正是因为 他们在保持幽默风格的同时 也注重了情感的表达 和人物塑造的深度 自贾琳宣布 减肥100斤后 热辣滚烫 就成为了广大观众关注的焦点 从贾琳的减肥故事 到电影的定档宣传 一路上 都被贾琳的瘦身故事所引领 然而 这样的营销方式 也引起了一些观众的不满 他们质疑电影本身 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 而非单纯依靠贾琳的减肥 来博取眼球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热辣滚烫 不仅在国内票房走势强劲 还成功吸引了好莱坞知名影视公司 索尼电影的关注 让人对其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与热辣滚烫不同 《飞驰人生2》 似乎选择了低调的宣传策略 没有大张旗鼓的热搜 没有贾琳式的减肥故事 但却在票房上一路领先 这部由寒寒编剧并指导的电影 延续了第一部的成功 吸引了观众们的热切关注 在观影评价中 人们纷纷表示 电影的幽默感和情感温度 让他们效忠带泪 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了电影的世界中 在这场电影市场的角逐中 不仅是热辣滚烫 与《飞驰人生2》的对决 更是营销与品质的较量 贾琳的瘦身故事 无疑吸引了大量眼球 但观众是否能从中找到 真正出动内心的情感 而《飞驰人生2》虽然在宣传上低调 却以扎实的剧情和出色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的情赖 成为了这个春节当的一匹黑马 电影市场永远都是变化莫测的 而观众的口味更是千变万化 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 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营销策略和风格 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电影的魅力 最终的胜利者或许并不是票房的冠军 而是能够在观众心中 留下深刻印记的那一部电影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谁能笑到最后 成为这个春节当的真正王者 但就在精彩电影《你追我赶》时 其他几部电影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比如同时定当春节当的八部电影 其中四部陆续撤当 其中的理由也是数不胜数 有说是因为选材不新颖 有说是因为排档不合理 更有人说是宣传力度不够 导致票房少得可怜 与其他几部电影两极分化极其严重 这也恰恰反映了电影行业 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然而 在光鲜亮丽的票房背后 我们也应该看到 电影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 资本对于电影产业的渗透越来越深 导致一些影片过于追求商业利益 忽视了电影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 一些小众优质的影片 却因为缺乏资金支持 而难以获得排片机会 这无疑是对电影多样性和创新性的打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 电影制作方应该更加注重影片的质量和内涵 而不是仅仅追求票房和热度 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品 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口碑 其次 电影院应该给予更多优质影片排片机会 让观众有更多的选择 此外 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电影产业的监管和支持 推动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电影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表达 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去看待电影市场的变化和发展 同时也要保持对电影艺术性和文化内涵的追求和关注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享受电影带来的欢乐和感动的同时 也能从中汲取到更多的思考和启示